嘴吗?他是做什么的? 这个问题我就没有问耶 这样啊 我听到短短的语气 支支吾吾的 就开始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Cliff 今天的故事是来自毛毛 所提供的真实故事哦 当然以下的故事都已经经过Cliff做调整和改变哦 想大家会喜欢 如果想投稿的观众 可以到下方的资讯上点击链接来投稿哦 那么在不再买开始之前 先帮我按个键吧 由于那时候的我突然间有想买房的冲动 所以就透过了很多的中介来看房 但是很不巧的就是 他们介绍的房子都没有很符合到我 要么就是太贵超过预算 要么就是太偏提 也因为就是这些种种的原因 导致到我拖了好几个月 都还没有买到房子 而好巧不巧的 我其中一位朋友断断 他知道我有这些困扰后 就介绍了他一位卖房子的朋友给我 为了方便称呼他 我们就叫他老杨吧 老杨呢 就非常的细心 他会帮我记录我要的要求 帮我找我要的房子 比如说我的预算 地点 要全新的和一些个人需求 你这个地点啊 想要买新房是绝对不可能的啦 除非你买的房子是很小间的 或者是二手的 只能二选一了 哈?难道真的都没有房了吗? 没有了 就这样的 在二选一之下 我还是打算考虑买二手房 而很快的 老杨便找到符合我要的房子了 那时候我记得 我和老杨去看房子的时候 就是这件了 这些家具 都是之前屋主留下来的 虽然有点旧 也有点单调 但是价钱 也包括了这些家具哦 很划算 对吧? 嗯嗯 好吧 就是这件了 就这样的 之后我大概看了看后 就好不犹豫的 跟老杨签了合同 买下了这间房子 买了房子后的我 就立刻打给段段 叫他过来 让我炫耀炫耀 哇哦 这里就是你买的房子吗? 不错嘛 有前途 段段 我只是叫你一个人过来的 你怎么 你怎么把你弟弟也带来了啊? 哦哦 你是说我弟弟 段弟啊? 没办法啊 我爸妈都出门旅游了 我总不能丢下一个中学生在家吧 更好况 他又不会煮饭 又不会照顾自己 也不会洗内裤 哈喽哈喽 Cliff哥哥 Long Tennessee 对 那时候本来我只是约段段一个人来的 但既然他都带了弟弟来了 我总不能不欢迎他吧 弟弟 怎么样啊 这房子 你舒干嘛 啊 好不同哦 对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滚出去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就这样的 时间 很快的到了晚上 我们就叫了外送 也顺便的 在客厅打游戏 而这时候 不知怎么搞的 段弟 就突然间生病 发高烧了 哎 段段 你的弟弟 下午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晚上就突然间生病了 不知耶 哎呀 别理他啦 我这个弟弟哦 从小就体落多病 有时看医生都看不好 还要带他去庙里的师傅看病 蛤 带他去庙里的师傅看病 对啊 那些师傅说 他的体质比较敏感啦 如果有肮脏的东西存在的话 他就会生病 发高烧什么的 哎呀 我不懂啦 这些东西 要问我的老豆和老母啦 我们先不要理他先 先继续玩 等一下 应该就会退烧了 好吧 那时候段段跟我说了这些后 我是没有什么在意的 毕竟 我都住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的 哇 那么晚了 我该回去了 蛤 那你会玩哦 再玩多一下下嘛 反正明天又没有上班 不行啦 我要送我弟弟回去睡觉啦 你看他的样子 好像很累了 哎呀 没关系啦 你们今晚就在我的家过夜好了 如果你弟弟累的话 可以先睡我的小房 哦哦 原来如此 太好了 今晚你就睡这里吧 好吧 就这样的 安排好他弟弟的房间后 我和段段 就继续打游戏了 而到了不知急救后 我们就在客厅睡着了 睡得真爽 哎 段段呢 哎 段段 你来这里干嘛 哎 Cliff 你来得正好 我的弟弟 好像病得蛮严重的 蛤 怎么会这样 我母仔啊 我早上去找他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了 这样啊 我看 你还是先带他去看医生吧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 我就先送他去看医生吧 好吧 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就通知我罢了 就这样的 跟段段他们道别后 我就回我的房间 继续睡觉了 很快的 过了几天后 段段 突然间打来 喂喂 Cliff 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 你找我干嘛 哦 是这样的 我问你啊 你目前住的屋子 是全新的 还是二手的 二手的啊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没有啦 我只是要 double confirm罢了 那么你目前住在那里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问题 没有啊 哦哦 那就好 那就好 怎么了吗 哦哦 没 没事啦 那么我再问你 你知不知道 你之前的前务主 是谁吗 他是做什么的 这个问题 我就没有问耶 这样啊 我听到段段的语气 支支吾吾的 就开始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要告诉我的 哎呀 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嘛 我是不会在乎的 你就放心的说吧 好吧 我等你这句话等很久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的房子 好像不太干净耶 干净 什么干净啊 拜托 我一个星期都有打扫几次啊 不是那种干净啦 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房子 好像有其他的东西存在着 喂 你有没有搞错 我告诉你 你别乱乱说话 Cliff 我是认真的啦 你的房子 真的有问题 因为我的弟弟 段地 持续发烧了好几天 都不会好 而且还看了好几间的医生 哪知道最后我妈 还是带他回去庙里的师傅看看 而那边的师傅说 他已经被杀到了 所以这就说明 你的房子 真的有问题 但是信不信有你啦 我也是跟那边的师傅说了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他们是可以来你家帮忙的 你就意思意思 八个红八八了 好吧 随便你吧 我是相信我的房子是没有问题的啦 对 段地跟我说了这些后 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但是直到过了几天后 段段 就安排了师傅到我的家来看 看看我的房子是否有问题 而那位师傅进门的时候 脸色就已经不对劲了 你们在这里这么久了 难道你们没有闻到吗 闻到什么啊 这间房子有一种气味 气味没有啊 我没有闻到 我一开始 是摆着那种补屑的态度 把师傅 当成是装神弄鬼的人 于是师傅就开始在我的家洞找洗澡的 而很快的 他就锁定了一个位置 这橱柜后面好像有东西 东西?什么东西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要挪开后才会知道 就这样的 师傅挪开后 就发现了一样东西 原来是这个东西搞的鬼 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可能是前屋主留下来的吧 那是什么啊? 是风油吗? 还是茶树精油? 应该不是吧 那颜色 看起来好黑哦 这是泰国湿油 什么?湿油? 对 没错 就是泰国湿油 师傅说 就是这个东西 导致到断断的弟弟 发高烧的 这也为什么我会没有事呢? 那是因为 我是马瓜 所以感应不到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 也是放在我家的话 我的身体 会充满这个气味 可能 会引诱到很多的阿飘 跟着我回家的 于是 师傅就帮我的房子进化 让这股湿油的气味 给灭掉 并且送给我他家的神明 三太子 帮我挣载 而处理完后 师傅 就把那瓶湿油 给带回去了 虽然这件事情 算是结束了 但是我还是打电话过去 问问老杨 这件事有什么人 曾经住过这里的 而他却说 我上一个屋主 是一对普通的中年夫妻 但是他们并没有住在那里 而是出租给其他人的 但是具体 他是住给什么人 他就不晓得了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和打开小铃铛 更新补错过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集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小铃铛